Continuous Learning 目的唯有興趣 就是大家有興趣的人 在這條路上繼續成長 心靈整合 我們會提供更多課程資源和指引 什麼叫做課程資源和指引 首先不要說方向主 我繼續出一看法 在這條路上繼續成長 心靈整合 課程資源和指引 課程資源是由2002年開始上課 2003年 由2003年其實你們都接觸Jeff 後來我成為導師 都會偶然上課到我的2日 再加上後來有30堂課 30堂課之後 也有一班儀勇軍 Marissa 我妹 Calvin Johnny 有一班熱心人 開始教 你們就開始體會到不同的導師 但是接下來我的遠景是什麼 由2010年開始 我會開放ASK平台 給國際性所有更多的導師來香港上課 我會請不同的外國導師 比如加拿大原居民的導師 英國的導師 日本的導師 甚至乎德國的導師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理念 因為我自己很buy一套 就是我第一次去加拿大上課的時候 如果有去加拿大上課 應該是聽我說的 去加拿大上課的原住民 那些trainer 那些人的能量 是很不一樣的 我告訴你 他們的能量 我相信我一輩子 上任何課堂 我都去不到那個位 因為他們是natural 他們是natural 他們是天生的 正如我們怎樣跳舞 都不可能好像黑日那樣跳舞 唱歌 唱歌 我們怎樣跳舞 我學一輩子 我都沒有黑日那種跳舞的beat 是beat 那些加拿大的原住民 他們有那種能量 是一個天賦的禮物 而如果我可以把他們帶來香港和你們分享 而你們不用飛去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所以在2010年 你們第一天看到的改變 就會有不同的導師 那待會有什麼導師 我待會再解釋 現在先買個關子 那指印呢 指印就包括 你會得到更多的指印 如果你們要玩這個遊戲 除了是我的指印 Marisa Kelvin 或者Frandon 還有不同的人的指印 甚至是Jack的指印 這些指印的目的就是協助大家 就是搞懂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發現 我收到另一個feedback 就是很多人上課了幾天 就上課一條龍 下課就是一條蟲 上課之後就完全搞不清楚那種課 我們進入了一個範疇 一個框框去協助你們 所以接下來會有些指印的工作 可以協助到你們 OK 所以就是提供原證的空間 和支援讓學員在POV上 可以輕鬆和有學歷學習 OK 講到就不要講 讓那麼多人有機會認識POV 擴展Facebook 是嗎 好了 跟著有pism 那怎樣做法呢 我們怎樣達到這個目的呢 第一部分是承諾 我們講到我們承諾 我們承諾之後 我們承諾的目的是什麼 OK 那現在的目的怎樣達成目的呢 我們要有方法 有intention 也要有means 是嗎 好了 application有兩個 第一叫做ACE組合 ACE英文叫做 All you can eat 台灣叫做吃得飽 吃到你飽為止 第二個叫做增值組合 Value as a service Value as a service 甚至是電話 沒錯 由朝到晚都在街頭 給你一零一零 什麼衣服 搞 終於知道我們在平身上學的東西 在平身上學習 文靠 文靠 我們在平身上學 在平身上學習 有很多東西 跟平身上學習